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还会麻麻的 当心这个不是一般的牙痛问题 而是三叉神经痛 经常发生在我们右侧的脸颊 那这个疾病常常会跟牙痛来搞混 过去就曾听说过 有患者被误诊为是牙痛 结果整排牙齿都被拔光光 而且这种疾病一旦痛起来 像是吃东西刷牙的时候 甚至连讲话都会非常的不舒服 症状轻微的话 其实只要透过吃药治疗 就能获得改善 如果比较严重 医师就建议了 可以透过显微血管减压手术 获得疏解 牙痛迟迟不缓解 当心很有可能是三叉神经痛 台北一名五十四岁灵性男子 半年来因为脸部右侧 与牙龈间间歇性疼痛 垫及与麻木感 严重疼痛到影响生活作息 详细就以检查才发现是血管压迫到三叉神经 因为三叉神经它除了分布在我们的脸 还有口腔 另外它有一些分支会分布在牙齿周围 病人会觉得好像是牙齿痛 治疗三叉神经痛 百分之八十的民众靠持抗典型药物 也有百分之二十需要透过手术 来阻断血管对神经的压迫 而三叉神经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 其中血管硬化也会诱发疼痛感 经常耗发在中老年人身上 三叉神经痛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病人 其实是神经本身的病变 但是很多情况下也是可能是有什么东西去压倒它 最常见的就是像血管 尤其到了中老年人以后血管比较硬化 刚好它贴在这个神经旁边 因为血管去压迫造成它更容易放电 医师提醒如果牙痛范围扩及脸颊 上下二等区域 建议到神经科做检查外 平常保持良好作息 规律饮食适当输压 也能避免三叉神经疼痛 在新闻古雅琴林立一台北报道 同样是健康话题 年长者如果担心骨质疏松 或者是家里头 有这个青少年朋友正在长高阶段 想要高人一等 相信有不少人都会说 要来好好补钙一下 这个钙质是组成我们身体骨骼 还有牙齿的主要成分 如果想要早一点存骨本的话 要好好关注这则报道了 花莲慈激医院专业的营养师 要分享骨补钙的诀窍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 它里面有发现钙质的部分 国人四岁以上 基本上就没有吃到我们的建议的摄取量 65岁以上有七个人 就有一个人有骨松的问题 营养师没说 您可能也没注意到 原来我们普遍都有 钙摄取不足的情形 钙质的话会建议说要去做一个补充 但还是会希望从天然的食物 去做一个摄取 高CP值的补钙的食物就是乳品类 乳品类的部分一cc就有一毫克的钙质 长期缺钙会导致儿童或青少年 骨骼成长不良 成人或长者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症 钙真的很重要 想补钙也不难 每天早晚要一杯奶 一杯奶的部分一杯是240cc 一天的建议量是1000到1200毫克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有喝牛奶 一天两杯是有达到就一半的建议量 其他的像一些乳制品 豆制品 还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还有黑芝麻 基本上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钙质的补充 每个年龄层 每天建议的钙摄取量不同 天然食物是最好的来源 如果在健康评估过后 需要补充钙片 要注意服用的剂量和方式 提示你真的没有办法从食物上面去做摄取 乳糖不耐 老人家 低血钙真的很严重的 才会建议去做一个补充 那通常我们一次性的吸收钙片 一次的最多的吸收量是500毫克 所以如果我们要吃钙片的部分的话 就是建议就是分次 补充钙片或喝牛奶时 都要避开铁剂 以免干扰吸收 而简单的负重运动也能增进骨质 例如慢跑 散步 爬楼梯等 晒晒太阳补充维生素D 帮助钙的吸收 每天累积养成健康好骨气 想要保健养生的观众朋友来看到 以柔克钢还可以四两波千斤的御动 是不是适合您呢 这就是和气道 源自日本的武术可以防身 不过必须配合呼吸 肌肉身体的拉伸转动 达到养生的效果 台中慈激医院的中医师洪正军 他学习和气道有16年时间了 把和气道运用在治疗上头 特别是筋骨的僵硬还有酸痛 有很好的成效 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就会整个这个圆的运转 会让我们觉得说 整个身体啊 不管是我们的身形 或是整个全身的气血 都可以整个顺畅地动起来 和气道讲究天人合一 顺乎自然是一种防身的武术 也能顺气养生 我们会让患者放轻松 手的这个带动 以我们这个舒筋活络 然后让我们整个气血的这个流动 可以得到一个刺激 练和气道没有太严格的年龄限制 但练习时必须要注意 放慢速度脚步要稳 画一个这个脸的运动 我们上来都是这样慢慢的 我们在缓慢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可以达到怎么样 调息 调整我们的呼吸 中医师洪正军 练习和气道16年 已经是黑带三段 他将和气道运用在病患身上 因为他肌肌膜整个大肌肉 所以你要松 有没有痛 有哦 好 这个麻掉了 麻掉了 好 但是他的气血会疏通 然后他整个压力 民众有兴趣也可以学习尝试 保健又防身 大爱新闻 欧阳光辉江丽君台中报道 火警消息 高雄男子火车站对面 在地知名的五金行 在昨天晚间九点多 发生严重的火警 铁皮屋建筑是大面积燃烧 现场串出浓烈黑烟 火势燃烧两个多小时才被扑灭 让三十多位的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而社区的慈激志工得知消息后 赶紧动员送来烧饼油条 包子的热食点心 帮打火弟兄补充体力 水筑前后夹击 夜间大火瞬间吞噬 这间五金大卖场 那因为他的建筑物 特性是属于家床型的 他只有一个开口 所以我们只能从前方公路 所以才导致整个灭火的时间 会拖延那么久 现场爆炸的声主要是 五金卖场里面 他有做那个爆竹烟火的贩卖 铁皮屋 狭长建雾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过程窜出大量浓烟和刺鼻胃 花了超过两个小时才总算控制 我在河期的LINE看到有湿解 泼出来 那我就赶快衣服穿了 摩托车骑了就过去了 黑暗夜火这一刻 十多位志工爱的后盾及时不贵 因为消费队一出来就好像卸了气球一样 赶快冲水啊赶快喝水这样 所以那一箱一箱的很多人在送 不是只有我们实际的 所以当场感动 对 不平静的夜晚 索性无人受伤 后续起过原因 有待详细调查 来新闻高雄综合报导 高龄长者 晚年生活也可以很精彩 来看到这个例子 在南投草屯的南浦环保站 有一对姐妹花 姐姐今年呢85岁 妹妹75岁 几乎天天都来报导 姐姐在丈夫过世后呢 开始做环保 慢慢找回生活重心 也抚平了伤痛 而妹妹其实啊 她是住在台北 就是怕姐姐太孤单 所以常常南下作伴 做环保让姐妹俩的感情更好 而且越来越没烦恼 陈秀之从台北南下草屯 探望独居的姐姐 姐妹俩相差十岁 感情好 也会一同去环保站 姐姐陈秀梅是公职退休 妹妹从前做会计 姐姐从台北嫁到草屯 丈夫十多年前往生后 她在南浦环保站 找到生活重心 我这一堆草居就来我看 我就说 叫来 没有我们寸在做 我在台北我有看到实际的人在做 月为之道 所以我姐找我来的时候 我很愿意就马上来了 姐妹俩总是默默认真的做 在南浦环保站大家都认识 这一对加起来一百六十岁的姐妹花 姐妹情深相互扶持 正心相伴 一同跟环保结缘 大海新闻张国端 欧阳光辉 南投报道 我想要感谢的是我在花林县警察局 服务这五年当中 遇到的各个长官同事 我在憧憬的当中 就是有读过所长的业务承办人 那遇到的各个人事物 都给我很大的帮忙 不管是公文 然后民众上的应对 最近我要放掉回屏东服务了 遇到这些人事物 都将成为我未来工作上的养分 国际卖动 但您看到 美国最近有好几个州 都遭到龙卷风的肆虐 其中爱荷华州的格林菲尔德症 受灾最严重 当地医院还有消防队建筑都毁损 那么伤患只能到其他的医院 进行救治 警报响起龙卷风逼近 美国爱荷华州遭逢致命 龙卷风侵袭 在后小镇一片狼藉 以更造成多人死伤 殊许多人死伤 我们不能确认 这种灾略的状态 还有 这种灾略的状态 都被遭受到居住 在黑林菲尔德区 我们仍然在努力 调查 和更新的资讯 资讯 我们预计 这种灾略的状态 会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并造成死伤 官方仍在统计具体数字 格林菲尔德的房屋 变成了碎片散落各处 约有两千位居民的 格林菲尔德镇 至少有十几人 在龙卷风中受伤 由于当地医院 也在风暴中受损 导致伤患不得不被转移到 附近城镇的医院治疗 龙卷风肆虐 风暴过后 避难居民走出屋外 看到小镇几乎被移平 一切恍如隔世 我们正在试图的房屋 我们正在试图 因为他们会承诺 这房屋在最后三、四分钟 说我们不能回到那里 所以我们正在试图 每件衣服、照片、书 全部的值得给他们 所有电脑都可能不太好 Director Benson 已经在努力与 FEMA 我刚才说到 网络卷风肆虐 据当地电力供应商指出 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暴风雨 导致爱荷华州 六万一千多名客户断电 官方则表示 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中 大爱新闻 武桂镇编译 恶劣天气也席卷欧洲 巴尔干半岛有多个国家 下起了超大豪雨 另外法国北部 也出现罕见的暴雨 数十栋的房屋被洪水给淹没 而这个淹水高度有1.5公尺 汹涌洪水夹带大量泥沙 道路全被淹没 还灌进民宅 水位退去后 还能清楚看见 道路被摧毁 当地居民拿起铲子 清理淤泥 并出动怪手搬运泥土 法国北部索姆地区 萨伊洛雷特小镇 受到强烈暴风雨影响 发生严重洪灾 淹没当地数十栋房屋 有民众车子被冲走 居民形容淹水深达1.5公尺 住家一度被洪水包围 欧洲除了法国之外 巴尔干半岛也遭逢恶劣天气 强风 冰雹还有土石流 在塞尔维亚各地造成严重破坏 至少一人死亡 波士尼亚和克罗埃西亚 则是传出有降下 核桃大小的冰雹 根据当地气象局 剧烈天气将持续到23号 大新闻张力编译 世界最美佛寺跟宝塔系列报导 今天介绍另外三座 分别都在非洲跟欧洲 一序是埃及的阿布辛贝神殿 西班牙的启蒙佛塔 还有巴黎的铜格 不过铜格现在是私人的艺术博物馆 而历史最悠久的就是 阿布辛贝神殿了 建造时间大约是在西元前 一千两百多年 因为地处偏远 一段段时间 被后世完全忘记了 直到数千年之后 才有考古学家发现 佛陀安座其中 俯瞰安达鲁西亚的阳光海岸 这座完美结合纯白和金黄色 高33公尺的建筑物 是欧洲最高的佛塔 被纳尔玛德纳佛塔又称起蒙佛塔 纯白庄严的外观 象征和平 繁荣与和谐 塔内的壁画描绘出 释迦牟尼佛的生平 信徒可以在此专注冥想 体悟佛陀教诲 由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王 拉姆西斯二世 耗时二十年打造 镇守入口的四座雕像 都是拉姆西斯二世本人 阿布辛贝神殿 不止外观宏伟 内部更有玄机 一年当中有两天 阳光会笔直穿过 长达六十一公尺的大厅 照亮神殿最深处的三座神像 只有最左边的明界之神 依旧隐身在黑暗中 古埃及人以不可思议的 天文知识和建筑技术 精密计算出神迹之光 恰巧落在拉姆西斯二世的生日 以及登基日 很难想象 如此巨大的神殿 曾被荒漠掩盖 直到1813年才被发现 更难想象 它曾被切割成上千个 巨大石块 再重新拼凑还原 原指在尼罗河上游西岸 1956年 埃及决定新建雅斯文水坝 让阿布辛贝面临灭顶危机 国际工程专家 集思广义最后费时超过五年 才将神殿 搬运到比原址 高出六十多公尺的地点 但神光却因此出现时间差 即便留下缺憾 这项前所未有的国际联合救援行动 却催生了世界遗产名录的诞生 为人类文明留下见证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动物园上演催泪的场景 在西班牙一家生态动物园 有只黑猩猩妈妈 近二月生下小宝宝 只是孩子却夭折了 妈妈始终仅仅抱着宝宝的遗体 不放有三个多月 令人相当的揪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玻璃酒瓶竟然變成沙子 美国纽澳梁有两位年轻人 创办公司把玻璃变成沙 可以当作造景 或者是用在建筑上头 满坑满谷的玻璃瓶罐 这里是美国纽澳梁一间仓库 这些废弃玻璃即将化腐朽为神奇 在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玻璃会被回收 纽澳梁的回收率更是全美最后一名 两名年轻人发现这里的废弃玻璃 会直接被送到垃圾掩埋场 永远不会被分解 2020年还是大学生的他们 从自家后院开始回收玻璃事业 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后 购买一台玻璃粉碎机 发挥自己化工系的专门知识 将玻璃变成五种不同尺寸的沙子 可以发挥多种用途 在这城市的玻璃是一种资金的资金 但两人目前仍在努力持续推广 回收玻璃的概念到整个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的湿地占全州面积的三分之一 如今却因为气候变迁 海水倒灌及人类将密西西别河改道 阻断淤泥补充等原因 平均每一百分钟就会消失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湿地 虽然目前还在研究阶段 但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可以利用再生沙子 修复消失的湿地 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 梅雨封面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 各地是阴短阵阵雨的天气 那北部的温度是二十四到二十六度左右 中部地区天气一样不稳定 温度是介于二十五到二十九度之间 降以距离百分之三十 南部地区降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有些地方还是阴天 温度有二十四到三十一度左右 离岛部分最高温是二十六度 低温二十一度 感谢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寻书族 我是林国兴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